三個中產黨 因為之前有一連串街頭抗爭運動 香港是真角色,你經常問我誰是香港的角色 這個真的是真角色,就是董建華出來說 罕有地他竟然承認自己的錯誤 為何現在那些年輕人會出來挑戰權威 因為當年搞了通識科 那些年輕人經常去想很多挑戰權威的事情 於是就出來搗亂 所以我這次的勇氣很佩服他 雖然他沒有出來道歉 他沒有說是因為他自己去做 但他在最低限度面對這個問題 最諷刺的地方是他最忠實的搭檔 羅范招勳 反過來說 就是因為這個通識科 才令到他們看到多角度的事情 如果不是全部的年輕人都出來了 就因為有年輕人讀了通識科 才沒有那麼多人出來 結果我自己第一個感覺 真的任由你來講 羅范招勳現在做的是什麼 現在羅范招勳 他之前是科學員還是創科局的 科學員 現在就不要做了 現在應該沒有什麼公職 之前你提一提 他是不是行會 我不知道 他之前是否說過 當搞改的時候 那個是不是他 有很多教師跳樓 是的 他是他 那個說法就是 死那麼少 哪有死那麼少 跟現在一樣 就是那個說法就是一樣 現在已經是後了 如果不是你想想 如果不是有 他說 因為早一陣子有幾個人 因為我講反送中跳樓 你不能夠所有事情都怪政府 還不關政府的事 其實當年思路一般 我可以看得出這群人 這些手袋黨 羅范招勳和林鄭月娥 其實是同一類人 因為他們太厲害了 讀書的時候 也做AO當時的時候 是天資嬌資 基本上沒有受過任何正常的教育 沒有受過錯誠 他們不可以正常生活 所以他們不可以正常思考 所以這些人就會有這樣的後果 這個是必然現象 其實所有的女人 一是男人都好些 一是男人都會 男人都會往下層溝通一下 但是女人是比較好 羅范招勳一定會這樣 但是這件事 我覺得董建華 他那個愚蠢程度 應該在當時的時候 去搞教育的時候 已經要知道 引入通識教育 這個是政治的基本利率 如果你控制不到教育機構 整個教育部門 你就不要去搞通識教育 你就不要去搞小孩 他的意思是 我教育局是網絡政府的東西 你控制不到人 全部是教協 你明知道我出國的人 黃師太正這樣教 你怎樣教他都這樣教 不如不要教 你取消中市科是對的 你取消那個東西是對的 或者你中市科的愛國教育 你搞通識科是不對的 你不如將那些人 全部變成做一堆 完全不關心香港的人 那些是全部關心錢的人 你會好些 整件事 你控制不到那些人 你就不要搞洗腦 這個是基本原則 為什麼董建華 梁錦松 羅范招勳 連最基本的人都不懂 而這些人身藏高 而這些人竟然去到高位 我覺得作為建制派 我覺得是非常之不幸 其實他應該請你去教育 然後教那些年輕人炒股票 那就是 那就是 然後天天去教他炒股票 然後看著那個 經濟又很大 看著那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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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一起看著那個股票機 還會走出來 是不是 以前的人 我們都會走 如果股票股市大變 我們那個年代 很健康 我們小時候有空的時候 就倒個皮 打麻將 大家很健康 大家一起去旅行 大家一起去操練 那時候很健康 大媽還要打麻將 我們就要操練 你從小到大 做了很多民眾 那你就好 社會就健康和諧 你都空塌了 波流 又說做這樣那樣是沒有的 那我就會上街 一件事就是這樣 以前大家都很健康 大哥在攝影機 又想上什麼那一刻 每天都操練 真的這樣 對不對 整件事 他們的思維是全部錯了 你控制不到那一件事 就不能做那一件事 這個也有一點補充 那時候他們為了推通識教育 因為教育界的阻力 就是你什麼改革都有很大的 他不想變 他會搞很多事情 我搞通識教育 我的妥協就是 我任由你們原本那班通識科老師 因為原本那班通識科老師 是記得利益者 你讓我任教 我就幫你推 任教育 就是黃絲 就是幫你搞到今天 今時今日 這個也是一個自己的反應 即是那個人 這個叫做 那種生物 那種動物 的預見力究竟有 預見力有什麼時候 即是那種動物的智力 由預見力 即是你看到 朱董建華 梁錦松 羅范昭分 林鄭月娥這些動物的預見力很低 即是他們的智力是很有問題的 即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現在搞成這樣 作為一個建制派 你覺得怎樣收貨 我認為 建制派 從來只有一件事是贏的 就是什麼都不好做 然後慢慢去做工兵 慢慢去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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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然後讓對方犯錯 就是這樣 你每一次錯了之後 好像上次那樣 人家佔中完了 OK 自然會走一些梁仲恆 由衛精那些出來 那便要攻擊他 因為其實這是一個平衡 誰破壞了平衡精 那個人就會透露出來 你現在唯有去等機會 然後再去做你拿手那件事 拿手那件事就是天天在耕耘 社區滲透 跟人聯絡 因為已經證明了 人家有兩百萬出來 你得 我不要說多少錢 總而言之你是人家十分之一都不到 而且你就付錢 但是付錢不要緊 如果相對來說 我的支持者付錢 你的支持者不付錢 但是無論如何 我是僱傭兵 你是自願的兵 但是不要理會我僱傭兵一樣可以打 只要你僱傭兵夠多 你僱傭兵可以僱傭到一百萬的僱傭兵出來 你也是贏了 那說回通識科本身 其實我身邊有很多人都是很傾向民主 甚至有些激進民主派思維的老師 但是我反而想告訴大家 就是我身邊有很多這些激進民主派的支持者 他們正在教通識科 其實他們都是很煩通識科的 我不會說是主流 當然主流的通識科老師 當然是國家是既得利益者 一定不會想轉 他們擔心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會擔心 為什麼他們這麼討厭通識科呢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覺得通識科本身會有問題 因為隨時讀的人 是比改捐的人更厲害 因為通識科是無邊無際的 那個年輕人認識的東西 可能在某個範疇裡面 可能會比改捐的人更厲害 結果為了制衡這些年輕人 他只能夠用一個很死的marking scheme 即是你不跟我這個marking scheme去寫的話 要回答到細點 對 回答不到這些 即是你不用這樣回答題方式 你就取不到高分 即是他覺得這些其實很反智 第二件事就是 雖然我們很客觀地看到 很多現在的年輕人 就是因為通識科不知道考什麼 那麼他什麼新聞都要看 他什麼新聞都要看 之後他慢慢就會賠上 他想成為自己是一個越來越正常的人 但另一方面就是 萬一有一天通識科反過來 就是他真的控制到通識科出卷模式 或者課程設計 不是被黃絲控制著 他反過來做一些洗腦的事情 這樣那個威力可以是一樣的 但剛剛相反 我有相關的問題 即是不明白 大家都是公務員 警察 政府僱員 警察和老師 即是為什麼 好像剛才你的說法 那班老師通識的話 那麼多黃 但警察的時間 好像越來越藍 即是為什麼政府可以 有些什麼是他對警察的做法 去擺在教師那裏 然後令到教師比較 其中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基本的原因 之一 就是你從來那班人 即是等於是教師去教教學生 你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你進入了教協之後 你就漸漸會去 埋了那堆人 那堆人 因為進入了教協 他便洗腦 這是在司徒華當年的時候 已經開始做的 所以全部都是民主派的人 這是教協問題 而警察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有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因為警察是紀律部 所以他必須要接受你這樣的洗腦 第二其實因為共產黨 派了很多人去做警察 即是他做督察 就是他派一些去做教師 就是了 你又沒有那麼多人 你以為真的有那麼多紅二代嗎 你以為香港 他派了很多人去做警察 他滲透是很厲害的 但是他沒有滲透教師 就隨便滲透一飯 你只有這麼多人 有客觀說 警察 就算我們說現在 其實都不是全部都是偽進仔 學歷提升了很多 但是你相比來說 就是現在全香港教師 幾乎全部都是學位的 全部都有大學位 你沒有大學位是極少數的 學歷的差距 是會令到他們對於這個社會看法有不同 第二就是警察 他們是用紀律去維繫他們的形聚性 老師是用道德 但是你共產黨一直都培養不到一種 很完整的道德的論述框架 結果就是變成了 我們老師要為人私別 我們一定很有道德 而道德很難免就會變成了 嚮往自由和民主 所以你會發覺老師都很少會去到很極端 通常都很保守 就是淺黃就是老師的位置 但是就是他們工作的背景 工作所需要的條件 慢慢就形成了這幫人 這個可能就是分別 所以教聯會搞什麼都搞不起 你會發覺不是教聯會那種說法 就是比較偏向紀律部隊 而他們可能會比較比較 其實紀律部隊都不是一個問題 當年納粹黨都有個紀律部隊 但問題是他有charismatic leader 那一部會比較好些 即是那些人出來 一走出來看見他的樣子 所有的東西 那些有些不可為的時候 那時候你就很難跟他們 即是你去到那個位置 你有charismatic leader 但問題是你很難能夠在那個氛圍裡 當然你也很難在那個氛圍裡 你很難加入那個氛圍 到最後如果你是一個很sharp的人 他到最後就會走去激進黃氏 我看到香港的中小學 我自己觀察 看看你覺得對不對 其實他不是完全沒有工作 你那些什麼中小學校長 即是做到行政那些人 就相對比較親政府 只不過那些老師 這個說得相當好 因為老師經常都當校長是敵人 那你這些偏藍的校長 他的敵人就是黃絲的老師 而即使那些老師經常都說 要請什麼親信 你請來請去 你的流動性低的時候 你根本就改不走那些黃絲 所以你結果都是以 即是我們講的 是黃底的老師為止 還有老師包括我認識的那些朋友 是不想再升職做那些admin的事 他真的喜歡減少 有很多錢 對 這有關鍵 一來因為perm 你改不走他 他不需要跟你的那套東西 去思考 他一樣可以坐在那裡 你又吹他的文章 二來就是 喂 就是因為校長很討厭 校長的思維 就是變成了他們的負面 反面的參考 他更加要 你越想這件事 我就是越要和你研究 你不是真的沒有嘗試 這也沒有關係 不是的 所以你上司的男底 你會慢慢變成黃底 不是的 我周時就是 現在就是很多上司的男底 然後那些員工的黃底 周時會有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好 這就到這裡